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江南地区的一座举世文明的综合性瓷窑 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族民族艺术特色 吉周窑是中国现有保存完好的古代民窑遗址之一 在宋代永和陶瓷叶兴旺 闭坊街巷三室 72条花街 锦绣铺有几千户 百尺层楼万鱼江 吉周窑是中国古代黑幼幼瓷的生产中心之一 所产瓷器种类繁多 已发现的瓷琴有120余种 这是一棵千年古章树 可能需要七八个成年人才能够环抱得住 现在我们就去看有一个本角四坛 也是咱们吉周窑景区的标志性建筑 现在我们这些霞波古道都是从吉周窑的24座窑包遗址里面 附近十来的一些霞波碎片 然后铺住而成的 这些霞波的年代非常的久远 最短的也有六百多年了 最短的也有六百多年了 霞泥 Honestly, you cannot do that 隆澇úsica 熔尤是我国南方烧造瓷器最古老的一种窑形 因为摇身呈长船形 自向而上 波形气柱 因为在烧灶的时候像是一条火龙 而得名龙摇 摇身装过程 穿上飞 摇身装 摇身装 颜色 摇身装 摇身装 phenomenal 拉坯是制作陶瓷的72道工序之一 也叫做坯 是成型的最初阶段 也是器物的雏形制作 它是将制备好的泥料放在坯车上 通过双手拉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坯件 拉坯是我国陶瓷器生产的传统方法 技术要求高 制作难度大 修坯也称作立坯 拉坯硬干之后 用车刀进行修坯 修好的坯体光滑平整 厚薄均匀 不变形 不开裂 修好的坯体在烧之前还要精心装饰 在坯体上利用彩绘 刻 滑 剔 贴 贴花等多种技法进行艺术加工 按工艺的不同可以分为胎装饰 右装饰和彩绘装饰三大类 装饰好的坯体就可以烧制了 分一次烧成和多次烧成 一次烧成是指经过成型 干燥 湿釉后的生坯 在窑内一次烧成陶瓷制品的工艺方法 多次烧成是指经过成型干燥的生坯 进行第一次烧成后的产品 经挑选 湿釉等工序之后 再进行第二次或者二次以上的烧成工艺方法 按照窑炉的不同 也可以分为柴烧 电烧和气烧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手工艺 但是当你真正操作起来 你可能会感叹这些烧瓷工匠 每一个都非常的不简单 现在就过来体验一下制作陶瓷 来 这是中心点压好 中心点先压好 对 这是中心点 一定要压平在这上面 不能让它移位 如果移位的话你就不好弄 你可以气形出来 就废掉了对吧 对 没错 一定要压平在这上面 然后这上面是一个中心点 然后这个手就慢慢放进去 好 如果要拉宽就这样拉宽 如果要缩一下就从这里面挤 好 对 要拉宽就这样拉宽 好 我来试一下 会羽再次开始 就这样拉宽 就是这样的手机 对 是这样的手机 就是这样的手机 回来 然后我讲流 那把手机 就这样拉宾 好了 对 好了 那某宽 就是这样的手机 又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手机 预讨 像这边的这个叶子 它是怎么烧制进去的呢 就是像一个毛皮的瓷器 然后放入一片桑叶 是真实的桑叶 放入斩内以后 经过1280度的高温烧制 它的叶灰会脱落 然后留下叶脉 假如说要成为一个成熟的 一个制陶的师傅的话 需要多久 这个要看个人的悟性了 就想学习一下 有些人可能要5年到10年 有些人会更久 因为它制辞 它会有非常多的工序 从拉胚立胚塑形 到雕花彩绘装饰 再到入窑以后的一些烧制 烧制又要有非常丰富的把装 控温经验 所以这个东西 看个人悟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江是江西省最大的河流 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原初赶敏边界五一山西路 自南向北纵贯全省 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 长766公里 流域面积83500平方公里 从源头至赶州为上游 称贡水 在赶州市城西纳入张水后 史称赶江 左张右贡组成了赶子 登上游艇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吉安市的市区 吉安在隋朝称为庐林 元朝初年 取吉泰民安之意改称吉安 后河奉回庐林景区 我们都知道江西的母亲河是赶江 在吉安除了赶江之外 还有一条河流 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吉安城 那就是后河 后河市建市中兴城区的一旁内河 由南而北长达17.5公里 自唐朝以来 后河两岸店铺林立 商户云集 成为了古 古代重要的经济文化长廊 后河孟回庐林景区 是一个可以感受穿越时空的地方 唐朝的水 宋朝的街 明清建筑 吉州陶瓷 现代的人 还有如约而至的美景 在后河边喝茶边感受水香温游 就能发呆一天 庐林老街一河而见 桥街相连 一派古朴又近 后河的光影秀将数百年的时光沉淀 有种极致的古典美 走进亭台楼械 恍惚梦回庐林 才子家人相约踏春赏花的场景 美德让人欲罢不能 泛舟后河 没有喧嚣 没有浮躁 水壁草青 话不如 斜风细雨 不须归 归去 来兮 忍不住感叹 世间尽有这般好地方 音乐 下期视频将带您走进 赫州压山